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元 又到了要做月饼的季节 这一期我要给大家分享 酥皮的无坛枣泥月饼 按传统的那种精致的枣泥 做出来晶莹剔头 漂亮细腻 但是那样的枣泥 你要花的功夫很多 你首先要把这个枣皮去掉 然后才能做出那个质感 或者你的搅拌机要非常高速的那种 我今天做的是这种简单版的 因为我喜欢简单 但是也很好吃 这样对枣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我们因为不去皮 所以你要买这种枣 这种枣是什么样子呢 就很像我买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叫什么洛羌红枣 还有就是其他的就像金丝枣啊 或者总之就是小小的这种枣 小个的 然后里面肉很厚 那我们做起来就更容易 卖相会好一点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 把它盒去掉 你可以买去盒的 但是你一定做的过程要小心 有没有残留在里面的这个盒啊 什么杂质一定要把它挑干净 否则的话会很扫兴的啊 好 我现在都切好了 我就把切好以后的枣来称一下重量啊 这样子如果你买去盒的 你就可以直接买这个重量 大概是120克 现在呢把它放到锅里去蒸 气上来以后开始涮 倒20分钟 总之把它蒸软了就行了 好 现在让它去蒸 这时候重点来了啊 一般的枣泥都是纯的枣泥 那我个人认为呢 纯的枣泥非常的粘稠 很实 有点那个胶质的感觉 因为太纯了它会略大一点这个苦味 所以我需要改良一下它的口感 那要往里面加一点豆沙 如果你去买外面的豆沙 又违背了我的初衷我是无痰的 那外面的豆沙是很多痰的 那如果你另外再去做了豆沙也很麻烦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在外面买这个叫Red kidney beans 这个红腰豆它已经煮得非常烂 因为它是罐头的而且它略带咸味 就是咸甜平衡它的口感会更好 这个味道会更好 好吧 我现在呢 这边也差不多要蒸到20分钟了 现在给它放到搅拌机里面去打碎 这个搅拌机呢 是什么样的都行 高转速的低转速的我觉得都可以 高转速的做出来可能质感会比较细腻一点 但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 这个豆子呢里面是有汤的 所以我们稍微过滤一下 因为汤里面是咸的 我不想放太多的咸味进去 然后这个呢真的是可多可少 我一般就是三大匙 然后你可以拿去水里面冲一下 但是我放的不多 所以它带一点咸味也是我需要的 所以无所谓 我就是这样过滤一下 然后放进去 那么水加多少呢 我只能给你一个原则 越少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水少 一会儿你炒的时间就少 水呢先一点一点加 只要它能转得动你就不加了 我大约加了120毫升的水进去 因为这个量比较少不好打 好可以了 我们量多一点反而好打 你可以一次翻倍给我多做一点放在那里 平时做别的馅料吃 一定是需要一个不粘锅了 否则很难炒的 你甚至可以不放油 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一点点油 口感会好一点 那我今天放的是牛油果油 今天就是因为我闺女 希望我们吃质量好一点的油 可以放一点点 不粘锅就是好处就是省油 好现在需要一把这个做蛋糕刮刀 因为我们量少嘛 都粘在这里 找你弄出来不容易 所以要把它刮下来 先别急着开火 先把它弄下来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火打开 先开大火 让这个油呢热起来 一热起来 我们马上转中等偏小的火 这个时候的动作呢 就是让它蒸气 水气蒸发掉 这时候不是把它炒成一坨 而是 推一下 火要小了 一上热就可以小了 然后每次把它撑开 去蒸发水气 炒完再给它撑开 撑开 让它蒸发 水气会蒸发 这个火呢也讲究 我们电炉的大概就是二这样子 这样不容易焦 你呢如果跟我不一样 你就从这里来看 就是它不会很快的就结巴 如果你一炒下去它底下马上就结巴了 说明火太高 你可以转下来 慢慢的培干 这样子炒出来它才均匀 上面的要记得炒下去 不要粘得满锅都是 所以最好用这个硅胶的铲 炒的时候再拿一把刮刀 记得把这个铲子上的刮下去 硅胶铲是最好炒的 它没有那么大的粘性 当炒到一定时候 大约十分钟的时候 那随着水气的蒸发 它这时候呢 枣泥开始粘起来了 手法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是这样 同样也是把它撑开 然后等它大概十秒左右 火力没有变 你看它底下会有一点干 这样翻上来 它也不结巴 锅底下没有结巴为准 越炒越成团 到后面你翻拌的时间 就不要等十秒 就要等五秒 你看它就等五秒 不要等那么久 你看它越来越成团 然后这个枣泥呢 要给它放凉 放凉以后它还会 质感还会变 会变得更沙一点 会干一点 什么标记呢 就是这样子翻过来 一勺能够把它这样翻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枣泥呢 我们没有去皮 从营养上说呢 也是很好的 另外也没有加太多的油 虽然没有那么散量 但是依然很好吃 算一下这个时间不到二十分钟 就炒好了 因为我的量少 好 那这个是五坛的 我刚尝了一下 很甜 因为枣本身是甜的 好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做饼皮 饼皮很多人都会做了 那我把我今天的比例呢 都会写在屏幕上 或者说明栏当中 你可以去copy 那这里主要提醒一下 这个水油皮 一般是一半水一半油 对吧 那你要豁出来的状态呢 就是很软很软 尽量软 后面呢才好包 那现在我把油跟水呢 都混好以后 把它揉到稍微光滑 然后我们要盖上保鲜膜 静置一个小时 现在来做油皮 其实它就是一种油面 就是完全用油和的面 作用就是能按饼皮起酥 所以它可以用低筋粉 也可以用中筋粉 低筋粉的效果更好 这里面用什么油 也决定了它的起酥效果 猪油的起酥效果是最好的 那我今天用的是牛油果油 你可以任意选自己喜欢的油 那油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你倒进去 把面团搅到能够成团 能够包起来就行了 好 稀一点当然效果会更好 那干一点呢它好包 好 现在弄好了就放在一边 好 我们现在这个水油皮跟油皮 都已经放了一个小时了 到这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做一个 起酥效果特别好的月饼 所以我临时动意 我在这个油皮这一块呢 加了四分之一小匙的泡打粉 现在可以开始包了 首先先把水油皮取出来 把它揉到光滑 这个水油皮之前静置了一个小时 是很必要的 因为这样的面团的延展性会比较好 不容易爆裂啊什么的 所以后面包会更容易一些 如果你一直揉不光滑 没关系揉出一个挂面来 然后在中间呢搓一个洞 像我一样搓匀它会比较容易一些 搓成长条 尽量弄均匀 然后分成八份 我不是特别的精准 如果要精准你要拿去秤 好 我们把这个放这里 好 现在是油皮这一部分 因为我今天呢做的比较稀 所以我们只要在碗里 同样也给它分成八份 分好以后 就是把这个油皮部分当成馅料 包到水油皮当中去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水油皮先揉光滑 就像我这样子 把中间顶出来顶出来 这样放下去 整出一个光面来 好 把不光的一面留在底下 稍微揉搓一下 稍微揉搓一下 放在板上 压下去 然后擀开 就给它擀成一个饺子皮一样 但是呢 不需要太大 只要能包入那个油皮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放过来 油面放过来 好 我们这里就多一点空间 这个油不要碰到这边 那样子就合不起来了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缺口 所有都要提在手上 一旦有缺口 一会儿它就会 油就会跑出去了 看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贴上去 没有任何一个缺口 可以用虎口这样捏 有的时候你看起来这里是捏的 底下还有洞 洞跑掉了 还是会漏的 所以每一个编都要提上来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 水油皮要尽量的软 会很好包 把油皮全部包进水油皮里面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真正的饼皮了 但是呢 包好以后 最好让它静置五分钟 让这个面团再醒一下 一会儿做起来它的延展性会比较好 记得啊 不要包漏了就行 好 现在静置五分钟了 我们取出一个面皮 先把它擀成圆形 就向左右翻一下 把它擀开就行了 然后再擀成椭圆形 就是轻轻的 不需要太实劲 那样会把中间的油面给挤出来 均匀的用力 稍微擀得长一些 好 现在把它卷起来 再给它擀平 擀成长条 如果这时候表面的这个面皮呢 会翻起来 没关系 少量的不成问题 你可以继续擀 或者你翻一面擀 可以再给它擀宽一点 好 现在再像这样子卷起来 稍微宽一点 这一步骤就好做 把它压下去 折起来 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圆饼皮的面 圆球的面 然后把不规则的放在底下 按压一下 轻轻的用擀面杖 按压一下 擀开 就又变成一个圆形的饼皮 为了饼皮 为了饼底部不会太厚 要把饼皮的边缘更薄一些 也可以像擀饺子皮一样 把边缘擀薄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 用擀面杖 把边缘擀得很薄 最后还要回到一个圆形的状态 直径大概像我这样手一揽 这个馅料也是之前事先分好八份 如果你包不了那么大的馅料 你可以留起来 好 那这个跟前面 水油皮 包油皮的那个说法 原则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按紧 扣紧 如果你的面团太干 可以抹一点水 所以还是回到前面那个强调 水油面一定一定要很软 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 它就很好做了 好 像这样子扣下来 用手整一整 好 现在还是放在那里 静置十分钟 接着我们就可以烤它了 首先是烤箱板的 315华氏度烤半个小时 这个温度不能高 高了饼皮很容易爆 烤到20分钟的时候打开看一下 饼皮就鼓起来了 那意味着里面就熟了 我们再十分钟它就酥了 那么如果你希望饼皮的表面是平的 我们在20分钟的时候给它放面 不要太早翻 20分钟的时候翻过来 这样饼皮就是平的 好的 烤箱板好了 现在是空气炸锅 那因为空气炸锅的型号各不同 我不太了解 我只知道菲利普的 它是180摄氏度 然后烤十分钟 再降到150摄氏度 再烤五分钟 那你这中间是要观察的 不时的打开看 如果饼皮膨胀太厉害 就是焦得太快 你马上把温度降低 第三款是铁锅版的 用导热性比较好的锅 比如说不锈钢锅 铸铁锅 还有我们普通的这种 像这个铝材质的锅都行 先把锅烧热 抹上薄薄的一层油 然后把饼开口部分朝下放进去 然后把火转到最小 原则就是它的颜色不会变得太快 始终保持一点点一点点的变色 不能太快变色就行了 然后把夹盖让它闷 那记得呢 不时的来放面 放面的时候 遇到封口处朝上 时间不能太长 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 否则的话它会爆裂 因为里面有泡打粉 一直烙到边缘全部都起酥了 就可以了 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多一些 但是呢 其实不用花你太多功夫 你只要火够小 不会让它焦就可以了 你不时的过来翻一下 按照传统 我们是要点一下红色 你到西人超市去买这个food color 这种红色的还有橘黄色的都行 好 好开玩 这个皮呢就是脆脆的 酥的掉渣 动一下都是 都是 我们可以 掰开来 很酥很酥 这个枣豆 枣豆在里面 酥吧 层次多吧 乔峰你看一下 层次多吧 非常多的层次 而且这个枣豆呢 这个枣豆 我是建议大家稍微凉一点 还更好吃 最后再诱惑你们一下哈 看看这个枣豆 你绝对想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的happy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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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